我习惯把题目先念一下 同学在做认识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 也先把题目先念一下 让自己稍微有感觉 脚评分线 脚评分线 脚评分线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角度 当人家跟你讲脚评分线 脚评分线 你要联想到两件事情 当然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角度会被评分 所以会有两个角度相同 或者是说 它是这个角度的1分2角度的部分 第二个呢 是说这个脚评分线 这个评分线到两边 到两边的距离 我们一般讲距离的时候呢 是在讲垂直的那条线 垂直哦 它有一个垂直 那讲到垂直是不是 你就想到90度 如果说 还要再往后面延伸的话 可能就你要讲到 脚评分线 所以你要联想到这两个 好 再来一句说 P在AQ上 意思是说 P在脚评分线上 且PB垂直AB 你看吧 它就是有一个垂直线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垂直线 那么 QC 是另外一条线 Q也在 脚评分线上面 如果说 这里也是垂直啊 如果说 PB等于3 PB在这里等于3 CQ等于9 AP等于5 那么 PQ等于多少 它叫我们求 这一段的长度 这一段的长度是PQ 这里会等于多少 同学 我们这里是不是 一样要找两个相似三角形 找相似三角形 对应编程比例 跟刚刚前面这两题是一样的 好 我们找三角形 A 三角形 A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找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这个小的跟这个大的 那么 因为脚评分线的关系 前面的这个 脚A的部分会是相同 所以它的对应的顶点是A对A 好 第二个 我们可以写90度 90度的部分 这里是C 这里是B 所以这个地方是P 这个地方是Q 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对应点就会成比例 当然 同学要是程度好了 你能看到这个三角形 ABP的部分 这里斜边是5 这里有一个鼓是3 另外一个鼓一定是4 在ABP里面 AP是5 BP是3 AB AB呢 是4 这是我们之前 您学三高定义所学的 BP P对应的是 CQ 这个地方是9 CQ对应的是BP 这里是9 然后我们再来求AQ AQ在这里 AQ 好 我们来开始写了 BP是3 3 这里是3 我们还要再求这个AQ是5 3对5 然后这里是9 对AQ 9对AQ 然后呢 这里3可以约掉 所以 AQ 就要等于15 AQ等于15 AP等于5 这是题目跟我们说的 AP等于5 所以呢 PQ 就会等于15 减掉5 减掉AP嘛 所以等于10 好答案出来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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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